来到智库点评的环节了 电话旁边接通了 师傅资产董事总机理姚浩然的Patrick 早晨 早晨了 Kenny 你好 Patrick 看到港股今早早高开超过400点 但是现在似乎后继无力 现在升幅都收窄了 大家都想知道其实有什么板块可以说一下 看到Patrick今天想和我们说的就是燃气板块 燃气股板块其实昨天就逆市做好 但今天似乎这个板块个别股份都有少少回落 那为什么你会想和我们说这个板块呢 我想相对地来说 其实近期投资者方面对于香港的零售 甚至乎是其他跟中美贸易的问题 比较敏感一点的板块都比较想避开 而燃气方面来说正正不是这两个板块 还有来说本身内地方面去看环境的因素 它越来越严谨 所以变成预计将来更加多的燃气的需求 在内地方面是会持续 另外来说投资者方面 我们之前都比较担心内地的一些政策方面的因素 那见到来说 似乎内地的政策对于燃气 似乎都有些放松的情况 所以在这些因素带来说 其实燃气股整体在过去的一个月来说 其实表现相对于比较整体大势强的 是呀Patrick 那当中有没有一些股份你觉得可以跑赢了呢 当中来说 譬如说看回中国燃气 中国燃气方面来说 本身的盈利增长动力方面都不错 去年来说盈利增长有三成多 再对上一年来说也有四成多 预计2020年3月那个年度来说 大概都有两成多的流上 那如果你看回它现在来说 那个市盈率来说大概都是17倍多 所以变成在股价上来说 都是吸引的 所以你见到股价方面 相对比整体的大势来说 它都是硬正一些的 Patrick 见到其实中国燃气 其实都有望受惠 中和天然气管道在这个今年底头产 那其实现在这个股价有少少回落 但是家庭观众可以怎么部署呢 我想说部署可以就30元留下买入 上网来说就看33元的那些位置 指示位来说就建议摆回28.8的水平 好啊那看回中国燃气 现在最新的呢 是报一个31.2的 那大家都去留意一下 那Patrick 想想问你本身 有没有拿着这个股份呢 我自己没钱有的 好啊 麻烦你今早就去分析 不过提回大家了 刚才嘉宾所说的是个人意见 避免任何投资建议或推介 做所有的投资都要衡量自己可以承受的相关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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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了